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百姓都走一条道 百姓都走一条道 你愁也好 你笑也好 夏日都得少便老 说心的日子 说心的过呀 别为自己找烦恼 不信你就走着瞧 不信你就走着瞧 干啥呢 这是啊 哎呦我的妈 就你造的周围里吃一片的 你找啥呢翻行倒壺 是的 问你再跟你说话呢 都不知声 咋就没了你 啥也没了 找一件呗 找啥玩的呢 问你那啥也找了 头套没了呗 整了半天你翻行倒壺 找他破坏了呢 我要没有他我咋出门 让我呀 出了翻 你也不能和我造个样子 你能造个那时候就咋 我咋收拾 你怎么吓得我 这就找不着了 你说这咋着 那不太好 这就丢一会 你也丢一会 总丢 你总丢 总丢没有他 出门不行呢 别动 你都不在那呢吗 在哪呢 在这呢 在哪呢 你等你这一天呢 在这呢 在这呢 挂这呢你 你快快把我摘 轻点啊 这也不是地方了 你这儿 轻点 轻点 我刚做完行 就这个破坏套 你还花钱做行了你啊 我没给你花钱 省着呢 直到你养鸡 挣着的钱不容易 不到关键时候 我不用你激情 那花钱做行的 你干啥去的 我买一块钱摩斯 散装的 你看 这不挺好 忙不得捞啥去你啊 替你卖鸡 属于促销 那算你们注意了 我姐夫啊 这个签个大合同 马上就要回村了 刚给我打个电话 马上就要回村了 有想卖苹果的呢 请及时和我联系 请马上来找我 大门勺 大门勺 干啥去你啊 没啥事 啥没啥事 一滚客人来 等你炒菜 你上哪去你啊 找啥急 那个刘一首不说了吗 卖苹果呀 我得找他 谁说话你都信的 他能卖啥苹果呀 听他瞎白胡啥呀 啥瞎白胡呀 咱突然老主任 不是您姐夫吗 找他说说不好办吗 啥姐夫啊 哪门子的姐夫啊 从他媳妇那会论 才是个表姐夫 你瞅你 那表姐夫不也是姐夫吗 你要刘一首帮忙说实话 那你全部我不就好卖了 我刘一首能把过来不 我就往上去吧 我去我去 快点啊 你俩去带啥呢这些 还会呢 你俩去带啥呢这些 去我大嫂来喽 这还不知道咋回事啊 你用手说了 谁买她家鸡 她帮谁家卖苹果 你还真的说呢 什么华人来着呢 那啥人呢 那啥人呢 不愿买你这走 你说那些没用干啥呢 刚刚你这老小子 你最快做买卖 你这不是称华大姐吗 什么称华大姐啊 这叫买一赠义 国际惯例 你去赶紧收起开 大门长 你看这俩行行 这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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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啊 什么辛苦不辛苦的 说心的话 为大家办事啊 这是应该的 另外啊 咱们这次出门 很成功了 好 好 好 喂 那这次能卖多少吨呢 这么说吧 咱们有多少要多少 是不是理论 说是那么说的 反正也不当是不是真事 那肯定是真事啊 你来我家一起 我就替你们办事 我一点不撒谎 是吧 刘哥 够意思啊 下回有时候还找你啊 对 我想啊 咱们以后的日子会比较好的 对 你努力啊 是不是啊 解放 洗手啊 回来了解放 回来了 辛苦了啊主任 哎呀没什么辛苦的 跟我姐夫都累瘦了 电话 哎呀不光我说话啊 哎呀看着没有啊 谁呀 那头来电话了 啊 齐了碗 不算高级高级吧 这是准程我跟你说 好 好好 喂 喂喂 齐了碗呢 是我是我啊 哈哈哈哈 哎呀对 什么 什么 你再说一遍 这 咋了呢 哎呀 哎呀 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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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我不是主任 我是刘一手 怎么样 合同作废呢 你是马月庆不 你听我你说啊 是这么回事 你岳父啊 昏过去了 刚开始呢 我们以为是高兴大劲的 后来才知道 啊 这属于乐极生悲一样 说 说 主任不让你打电话了 不打能行吗 不打 主任说的没事了 没事 他说没事就没事了 他又不是大夫 不行 说主任的话你都不听了 啊你赶紧来吧 主任没事了 你赶紧过来吧啊 啊 那个到信用社 把你媳妇带来啊 对对对对 你岳母就不用带来 别忘了把制服啥都穿上啊 法院的衣服都穿上 医院一看啥的 没准给用的好用 嗯 你看你这是 你咋还处理了你啊 姐夫啊 我再不处理你 说上把什么事都得找来 打什么电话啊 这 这多大的事啊 这是什么多大事啊 我根本就没什么事 要你这一整事就大了 哎 大街小怪就是 赶紧回来 没什么事 病了乱打 你去吧老头 老头 累秀 我很并顶 小说 很厉害 你在哪里 你想做什么 不要 你你都跟这些 race 你 没有 你干啥呢 干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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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干啥呢 你们这些 废话 你干啥呢 你跑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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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捏我不跑 你跑往不追你 你跑啥呢 你跑啥呢 我跑啥 我断了身体 你断了身体 你断了不好 你上医院断了啥呢 医院党次高 我就要跟着跑 不关你刹打断电 你把鸡给退掉 对 我问你们说啊 别听他臭白话 刘医生 咱当初说好的 买你鸡 你帮我们卖苹果 填苹果一点没卖 你退鸡 快点 快点 我赶紧去 撒黑 你先把你退 给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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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带钱 没带钱你不行 这啥地方 医院吗 啥地方 医院是干啥的 废话 看病地方 病是啥玩意 病 病就是病吧 病的是啥 对呗 要说你 要说你们跟我有差距你啊 病就是细菌 医院是传染病传播的地方 谁不知道 你家这鸡现在瘦没瘦到传染 有没有潜伏期 这都不好说 啊 你知道不 你说的话啥意思呢 你现在不干退啊 看着给拿家给你养的 给你养胖胖的给你拿回来呗 你必须给我养啊你 我凭啥给你养啊 你给我养瘦了我都不退啊 啥玩意 你说的话你是不是不讲理 你知道不呀 谁不讲理啊 你不讲理啊 我时候都在这儿 谁让你把鸡给我带这来的 你 你给我养瘦了我都不退 这 你这什么玩意 你这整开心 你不讲理啊 你不讲理啊 老伴啊 不是我说你 你说你这么大叔叔来 还逞什么强啊 你还以为你是毛头小伙子吗 我早就说过 不让你干了 你这可得好 这叔叔越大吧 干的还越来劲 村里那么多年轻人 让他们干呗 你万钱冲啥呀你说你 哎呀 你能不能不唠叨了啊 现在嫌我唠叨了是吧 你能不能让我静一会儿 哎呀大夫 快点来吧 我雪儿又上来了 不对 这账怎么不对 你算错了 你忘了 这货不是后进来的吗 哎 婶儿 婶儿来了 婶儿来了 婶儿 这家来的 这家来的从哪来的 经理 账还对不对了 等一会儿再说 一会儿一会儿来 婶儿啊 你这倒我公司来 这属于微服私房啊 荣幸 吴行 去给我婶儿倒杯水 没看我这忙着呢 你俩这么能装呢 别说我开了你啊 开就开呗 开了我 我自己干一公司 哎呀这家把你能的 婶儿 我给你倒水 婶儿 婶儿 婶儿喝水 不 小宝儿这没啥事 别出去 婶儿啊 婶儿啊 见笑了 我 我这公司员工素质太低 对对对 跟雅芳没法比 你别搁这乐了 有你啥事啊 上这边 婶儿你找我有啥大事吗 没啥事 我就是希望你帮我把这两只鸡 退给你吧 啊 你也买鸡了 哼 那个不 没问题 这叫啥事 就没有别的事了 没有嘞 就这事 啊 你那鸡多钱买的 一百四十六 两只 你爸这鸡真贵 婶儿跟你二百 不用走了 不扯了事 我来时候带零头的 给你准备明板的 不踏你人情 我都不嫌别的 我就嫌你一样 就比像你爸那样就行了 不能婶儿 我是我她是她 不行这家我就不呆了 我离家出走 婶儿啊 我出不出走 就你一句话 你个拉倒吧 你给别出走 你要真出走的话 你爹还得跟我要儿子呢 不能 你家事儿俺们管不着 你走啊婶儿 走了婶儿 婶儿 婶儿 你走啊婶儿 待一会儿吧婶儿 婶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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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来啊 没事了 婶儿 这么气儿呢 打招 小桃 头黑箭你这大伙儿 五十多块钱那不想要了 婶儿 婶儿 得想个办法 让你爸留开林花村 那你说我爸那么倔 那谁能劝动他呀 可也是 哎 月进呢 妈 你想个办法行啊 你在上面不说了算吗 下条令 就剥夺他政治权利中心 妈 这政治权利不是随便剥夺的 那得犯特别大的错误 那他也不犯错误你说 哎 妈你还盼着我爸犯错误咋 那我不管那事儿 反正是不能让他当村主任 妈 他这么继续干下去啊 把他老命都得打进去了 妈 要这么呢 我再去劝劝他 他能挺吗 你说劝 妈 我有一招 啥招 嗯 这哪来两只鸡鸡 哪来的 哪来的 你们不知道吗 咋的了 这不都你干的好事儿吗 啥玩意我干的好事儿啊 咋的了 咋的了 你把我这事儿全给搅和了 你知道不 你这孩子 你卖你的化肥我养我的鸡 我搅和你啥玩意了啊 搅和我啥玩意 你这大伙卖苹果管你啥事儿啊 还非得上你这来买鸡嘞 那根本不挨边的事儿你不知道吗 这回整的可好 全村人都找我退鸡呢 你说你还让我在村里混不混了 你要没有我的话吧 你还不一定混到今天这样呢 你有本事你别开家门口混的你啊 爸呀 你以为我愿意跟你混呢 你还上哪儿混呢 上哪儿混呢 上哪儿混 哎呀 你天哪 这什么玩意这就饱了 这是 这个看 妈呀 这怎么长这么多帽子干啥 儿子你回来的 哎呀你这玩意你说他可真不正眼就 你卖化肥卖好就行了 你这怎么又转行卖帽子了您这 儿子孝敬你这是给你买的啊 这么的孝敬我就给我买帽子啊 这么多帽我怎么带我我啥钱能带完呢 他咋带 混上带呗 带完这个再这个 哎 来个扣 多好 你这个啥毛毛这个不知道吗 你这人 你说话你就说明了就得了 我也不是听不出来 我不就是不长头发吗 啊 不长头发我有头套吧 你呀 他真挺有自律之明 哎 你最近没发现 儿子呀就烦带你头套 是我爸带你头套啊 整夹夹白白的 他根本就不像我爸 像别人的 胡说 我带他那头套呢做的就年轻 这些年竟听你拽的 哎呀 你发过头 你这 你这人家 vaig爱的 我我们来看 一会儿 我一会儿 这个人家 åt 我 你去帮我整这儿的警察 那啥 你先搁着坐着排会儿队 我跟月静呢去找找熟人 他在这会儿还有个同学呢 行 先搁着坐着吧 爸你等会儿啊 一会儿他就回来 喂 你搁点声 咱经理是晚期了 去等了 别哭别哭 你一定要挺住啊 我马上过去 好 大兄弟 得啥矮了 得啥矮了 别怕 现在科技发达了 什么矮都能治 你看我 这都花了二年多了 这不也挺过来了吗 别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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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住 没听得看 停住 二十六 别怕 停住 二十六 别怕 停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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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在 在 月婧呢 我到底得的啥病啊 爸 你没啥病 就是肾子骨有点虚 爸 真没得癌着 什么 没得癌着 哎呀 反正你们是不能跟我说实话了 哎 你们这往哪儿开呢 上我那儿啊 以后你就跟我妈一块儿住我家 哎呀 你这孩子上你那儿干啥去啊 赶紧挑逗 快点快点快点 把我送回梨花村 不是爸你怎么还想回村里呢 哎呀 金灵啊 金灵啊 你看看你咋还神神秘秘的呢 这都是一家人 你还背着干啥 老姨父 你知不知道我为啥爸你叫不出来呀 为啥 看不看我爸现在都这个情况了呀 是有点不一样 没有精神头 到底是傻病呢 傻病你就别问了老姨父 我爸你叫来爸 就是觉得咱这全村我救你这么一个亲亲呢 我就希望你啊 替我照顾照顾我爸 我爸他可能 可 可能咋的了 哎呀 你就别问了呀 我这回让我爸一个人回来住 就是怕他齐心 你说我跟月静我们要抖搁他跟前 那不就麻烦了吗 所以就得麻烦你啊老姨父 麻烦我没事 我心里有数啊 你说这 老姨父呀 我给你啊 这是我爸吃的药 你替我看着他吃 得按时吃 千万不能马虎了啊 哎 这说明咋还没了呢 我特意把这说明撕下来的 我就怕你们看着他说明 害怕呀 哎呀 这是一种口服的化疗药 啊 化疗药 只有爱在化疗啊 妈呀 我得尝啊 妙子 嗯 我得尝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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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尝尝尝 谁呢 咋能这样 哎呀 一首歌来了 买点啥呀 街歌 太脆弱了 咋的了这是啊 太脆弱了 咋的了这是 这么捏人呢 生命太脆弱了 你到底咋的了 身体不舒服啊 不是我 谁啊 我姐夫 哪个姐夫啊 主任呗 主任 嗯 主任不挺好的吗 好啥好 都化疗了 啥 化疗了 哎呀 不能啊 那能吧 不能呢 姐夫 你啥家来的呢 主人来了 我 姐夫 我没说你 我说别人呢 我就 那玩呢 我 我自己生病 我自己知道 其实我早就猜到了 哎呀 主任你别瞎邪子 我倒不怕什么死 我就是很遗憾 咱们村的苹果 不给我时间 主任你别难过的 哎呀这人哪 主任 大家都别急啊 一个一个来啊 千万要小点伤 别吵着八会儿啊 我告诉你 我姐夫现在身体不好 咱们 咱们千万要注意点啊 姐夫 主任 你没事吧 你别笑我姐夫啊 主任哪 你可要保重啊主任 主任哪 人有病可别上火啊 我先给你 得搞别人的呢 你会不会说话你 我怎么没说话 你这什么场合 你说的话 你 你跟我有人啊 你这管人都管不了了 你管哪人有的呢 别无管 你这管管的有什么 你别吵手了 你别吵手了 你们愿谁看呢 我谁就来看呢 啊 反正我也没有几天活着了 看一天就少一天了 你做梦里吗 对 做梦里 我就是做美梦呢 我就是要美梦成真 现在就是我当主任的最好时机 姐夫不是有病了吗 我估计啊 日子不会太多了 你咋说话呢 得有个接班人哪 不能群龙无首啊 这全村上上下下 你说不就我最适合接姐夫的班吗 看什么呀 这还没喝呢 就多了 你瞧不瞧我哈 哎呀我告诉你 这主任非我莫属 咋说呢 我就是为了咱儿子 我得要当上 我得要争取 这回我看他还咋看我 祝你成功 你等着吧 不 哎 有风度 嗯 这个潇洒 这个凉快 嗯 这个向领导 哎呀 还是我儿子大鹏哪 这一顿给我买这么多帽子 这回谁带 昨日呢 哎呀 早我有事啊 哎呀 老秦哪 老秦哪 昨日有话你就自说 老秦哪 我就喜欢你这样性格的人 有什么事直来直去 从不托你呆嘴 哎呀 你也看到了 我这身体啊 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其实村里头有很多工作 我没有时间亲自去抓了 我现在特别着急的一件事 你也知道 咱们村里头现在就缺少一个 抓销售苹果的副主任 在咱们村内 我琢磨来琢磨去呀 谁都不行 唯独你 我能担起这个担子 那不行 我不行 真不行 怎么能不行呢 你肯定能行 太突然了 我这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哎 你呀还准备啥呀 当你准备好了 咱那苹果也就都浪光了 真的 主任啊 说句心里话 这个我是个木匠 你说我哪懂去卖苹果呢 是 你是个木匠 你是没销售过苹果 但是他俩是一回事 是不是 都是搞出销嘛 那你说你的木器厂搞的那么好 你那地板销售的那么快 这点苹果我相信你还能销售不出去吗 这苹果 姐夫跟谁说话呢 走 有 木杰哥的呢 哈哈 那我先回去了 哎 我老秦呢 咱俩的事还没说好呢 改天再说吧 别去啊 你还敢 不怎么我一来你咋就走了呢 跟你没话 你跟我没话 你这人呀 你说咱俩一个村住着 喝一个井地水 难道说咱俩还有什么差距吗 主任啊 这事我干不了 哎 我老秦呢 这还没说怎么 你咋能说不干了呢 不是啊 你回去好好考着考着琢磨琢磨 明天哪给我回信啊 哎呀 这个人 你这个劲来干什么了 我给你整个鸡汤 哎呀 让你补补 那个 姐夫 你找他啥事啊 哎呀 现在呢 我就想找一个 能抓苹果销售的副主任 哎呀 姐夫 你说这事 那我不就现场的吗 你 你还找别人干啥 你那不是骑驴找驴吗 你能跟他比 咋不能比呢 你说我俩咋比都行 比文的还是比武的 哎呀 我说一手啊 你就别骑那文武了行不行 嗯 就说文的吧 嗯 人勤不讲 你看看人从教育孩子方面 家里两个大学生 你再看看你家大鹏 嗯 就出宗都奔奔可可的强念完 你怎么比 哎呀 姐夫啊 你说这话就不对了 你外甥 是 他没上过大学 可是你外甥有实体吧 也你自己有公司吧 使劲的工作能力强吧 是不是 哎呀 我跟你说一手 不管你怎么说 我就觉得 木将是个能人 那他要是真不想干 姐夫 那你说你还能 五花大榜 比这人干吗 哎呀 你还别说 你真提醒我了 实在不行的话 我还真就得三顾毛驴 你看你 那我 你看 这 老秦呢 在家吗 你这干啥 跑啥呀 就说我不在 你干啥还跑这张事 像欠钱躲在似的 比欠钱还严重 他跟我上打车 你就说不知道 哇呀 来了 来了 哎 主任来了 秀哥啊 那你快进来吧 我找老秦 他在家呢 没在家呀 没在家 一早上就出去了 也没说干啥去 哎呀 那你进屋呗 我不在了不在了 你有啥事你跟我说也行 这事跟你说 你说的不算呢 这个事 哎 你不不待一会儿了 我走了 老爸呀 这到底点子呀 你干啥呢 那不是要紧啊 洗的少汗在那儿 哎呀 谁叫你 你说哪有这么样 当姐夫的你啊 胳膊肘往外滚 你瞅你呀 哎呀 那这可没能力吧 都别不怨别人 哎呀 你说我一口一个姐夫叫着 多亲啊 他根本没拿我当妹夫 他根本没拿我当妹夫 要我说呀 那秦母娘当主任呢 也没啥不好的 反正不能让他当 你秦母娘当咋的啊 您差哪儿啊 你别老这样的事给你 就他那样 你说他能干成啥大事啊 你呀 说别都没有用 哼 要我说呀 秦母娘就是比你有能的 呀 我才想起来 你不就年轻前追过母娘吗 你说啥呢 那过去的事老提的干啥呀 你有病啊你呀 我是有病 但我没想着孟姐说话 那你这个 你又出啥先生呢 你肚子填饱了上 那鸡和饿着呢 起来喂鸡去 起来 你自己去喂吧 没看我正忙呢你吗 你像个大爷正往那一躺 你忙啥呢你呀 我身体没动 可我脑子在动 正在高速运转当中 你呀 就别琢磨当存主任的事了 我就告诉你 我琢磨那事干啥 你拉倒吧 你们这小心眼给我心搁着呢 你喝啥我还不知道 我最了解的就是你 我就告诉你 你看你这老娘们家家 花了这么多呢 快看你活得了 你老公子俩厉害 你中我力啥能力 你有能力 你真当个存主任 你让我看看 那他有能力呢 像更年齐十的你 全国启动大学生做村官 全国启动大学生做村官 小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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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啥呢 胡适在山上 我找你有事呗 什么事啊 我这还有事呢 我这都忙着呢 有事以后再说吧 你不就是找孟靖吗 对呀 要我说你就别去了 怎么了 你叫孟靖给山里呆得来 那可不行啊 这有才能的人必须得出山 出山以后 他还必须得耽误起重大的责任 但是现在他就是想出来 他也出不来了 什么意思 你就让他在那里憋着得来 一手啊 你这么处事可不对 你这是分明嫉妒人家 我嫉妒他比我有才能啊 那是 我跟你说姐夫 我可不是处义 要论才能 我不服他 但是现在这个主任助理 你让我当我也不当 哎呀 行呢 你这一宿着酒屋就上来了 你真不想当 不然当 你不后悔 不后悔 我退居二线 我做幕后工作者 咱梨华村 要选个能人给你当助理 必须得聘用我大学生 选个大学生 选个大学生 你不知道吧 嘿嘿 我有废而来 有废而来 有废而来 看 这可是大报 广报 国家提倡 重用大学生做村官 你看 老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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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 是我 哎呀 老姨 老姨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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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个家我能上哪去 嗯 我现在得天天照顾病人 哎 现在我一天就两个地方 在家吃饭 再就是上你爸那去 你交给我的那点活啊 我是特别的上心 非常的负责人 哎呦我谢谢老姨夫了 哎老姨夫我爸最近怎么样呀 找没找了回我那块住去啊 没有啊 啊 我看你爸那经济神啊 最起码还能挺个阵子 哎 金灵 嗯 那个 你告诉我一句实话 嗯 你爸是中期还是晚期 哎呀 这个呀 老姨夫 这也不能让我爸知道啊 他早都猜出来了 是晚期 那就让他猜一个 村委会的成员注意了啊 村委会的成员注意了 明天上午九点 上午九点哪 这个咱们村委会的干部 到村委会呢 开一个碰头会 主要是研究一下 咱们村主任的助理的事情 咱们村的苹果呀 是件大事啊 我呢 现在是 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啊 啊 我心里惦记的就是这件事 我呢 我呢 现在有个想法 我想啊 聘有一名大学生 来到咱们村 做咱们村有任的助理 金灵啊 嗯 你爸终于想要国家号召了 哎 你说他俩跟没事忍着他呢 还没事 我看队的像回光反照的 陛下猪 吃饭 姐夫 哎呀 太危险了你 哎呀 没事 没事 让我缠着你点啊 我不用你缠没事 你不行 我得缠你点 你这让人看着 好像我怎么回事似的啊 没事吧 没事 哎呀 主任大爷来了 哎呀丫头 你爸在家没有 在 在 在家呢 嗯 进去吧 最后我看你往哪儿躲 哎呀呀呀 你看看你 你咋老汪 你别忘了你是个病人 你找着这 我说以后 你能不能不老提醒我是病人呢 这样事的话 多影响我正常情绪啊 行 我注意点 可你真是病人呢 哎 主任来啊 来 坐 哎呀 老秦呢 这见你一面 我这挺不容易啊 那个 这次啊 姐夫 姐夫 来 喝点水 多喝点水 排毒啊 哎呀 来什么毒啊 这是你家精灵给我吩咐的 多喝点水 多吃点药 对你身体有好处 那个 老秦呢 你 这回不跑了 不跑了 啊 我想跟你谈一谈 跟我谈谈 嗯 哎呀 你什么也不用谈了啊 真的 你先给你先 哎 你先别说 你听我姐夫把话说完啊 姐夫你说 那个 主任的啊 是这样 你看你看你今儿 你咋还直升呢 你太不拿我姐夫当回事了 也不是 反正你交给我的任务啊 我无法完成 不是 你看你这样 你值得人给你啥任务啊 你无法完成 我说医生啊 哎 你能不能不说话啊 啊 那个 老秦呢 我是想呢 让你去趟沈阳 啊 到这个沈阳人才市场啊 咱们开一个招聘会 你到那呢 给我招聘一个大学生回来 给我当助理 主要负责你就是销售苹果 你看怎么样 你看这事我去合适吗 合适啊 太合适了 是不 要不然我也不能来呀 为什么呢 你看看 你们家这俩孩子都是大学生 哎 主任老大是大学生 老二是大转 老秦呢 说心里话 这俩孩子都是人才 所以说这就证明一点什么呢 你老秦有正事 而且你有阳光 所以我今天到这来 才请你去沈阳 到人才市场来 姐夫 你弄点 你要是不是不放心的话 我和沐昌我俩一顿去 你去干啥呀 多一个人不多一份力量吗 哎呀 那可得了一手啊 你这个力量啊 你还是留以后再使吧 行不 主任来 这都干啥呢你们这是 站着干啥呢都啊 主任 不说吧 马上就把苹果卖出去嘛 是啊 这次肯定有准了吧 能没准吗 哎呀 你们哪就跟这家超新 您主任说了 请个大学生帮着卖苹果是吧 我说哪都有你哥呢 你跟这臭啥热闹啊 回去咱去 什么跟这臭热闹 这不大伙都来臭热闹 排队吗 回家去排队 回家去排队 哪都有你哥添乱你 你咱超市 主任啊 这么的话 大家呢都各回个家 你们也别在这站着 没有用 这头呢一有消息 我马上通知你们 哪有消息 大家都别急 马上马上啊 大家别着急 那个让秦厂长啊 早去早回来 对一有消息我就告诉你们 都回去吧 都回去吧 行长长 你们快点这事啊 快点啊 姐夫 姐夫 看见我们家医生没啊 谁医生 没看到啊 绿兰你看见医生没 没看到啊 那他人还能丢了咋的 就是 你瞧你这慌这样 我不是怕丢了 我怕他给我惹事 你是医生吗 别人要是喊的吗 我们就不能喊 别人要不喊的 我们也就不喊了 哎 你是大学生吗 是啊 你想想党的号召 去我们村当冲官呗 那你们是招主人助理啊 还是招推销员呢 当然是招主人助理了 对 但是呢 我们这个主人助理啊 主要是推销评估 那不还是推销员吗 亲属啊 你说咱那广告数不对劲啊 对 主人走了是不是这么交代的呀 也没什么不利劲的 那人一看完哪就走了呢 要不我去看看 别人家子怎么弄过 行 这怎么走一来就走了 啊 千尔子 千尔子 放定走太阳啊 树梢花月亮 张网里照遍地留 热闹的小尺妆 心下有儿女啊 家里有爹娘有味 心里下有儿女 家里有爹娘有爹娘 一个小村庄 咱们的小村庄 一天到晚忙又忙 日子长又长 一个小村庄 咱们的小村庄 一天到晚忙又忙 日子可长又长 一天到晚忙又忙 日子可长又长 东西南北方啊 春雨和秋霜 一条大路宽又广 幸福的小村庄 头上天朗朗啊 心里凉堂堂又味 头上天朗朗 心里凉堂堂 凉堂堂 Hey南书 di circus 左上天朗 快到了 堂堂堂堂堂呀 小村庄 一天到晚忙又忙 人热 supported 我家雅芳 那是大作案 你儿子是啥呀 我儿子从来不歧视 有学历的女孩呀 你有啥本事啊 你是不是喜欢木匠 结果咋样 是不是钻到我窝窝里来了 让人怎么走 你给我松手你给我 叔啊 凉味儿 真凉味儿啊